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今天继续介绍下饭神剧《孤独的美食家》第九季第三集 这天武郎来到了港区东麻布,天空下着丝丝缕缕的细雨 近距离看东京塔,就像一根直刺天空的针头,所以天空疼得下起了雨 这次武郎走进了巴拿马大使馆,看来武郎的生意已经名声在外了 大使馆的一位女负责人,委托武郎送来了漂亮的进口咖啡杯 这是网上没有的欧洲进口产品,武郎杂货公司独家货源 大使馆要举办一场巴拿马咖啡品尝会 女负责人说,这次品尝会是关巴拿马咖啡在日本的未来,所以必须得用好杯子 就在武郎要离开时,女负责人邀请武郎品尝一下巴拿马咖啡 武郎忙推辞说,那么高级的咖啡给我喝有点浪费 但女负责人非要武郎尝尝,而且忽然瞪眼说了声请务必 武郎涉于女负责人压迫感十足的眼神,只好同意了 很快,女负责人端来了一杯巴拿马产的一季咖啡,黑乎乎的冒着香气 说这是还没进口到日本的珍贵品种,请武郎代表日本说说感受 武郎顿时感觉责任重大,弄不好影响两国外交 他忐忑不安的喝了一口,女负责人赶紧问怎么样 武郎只好说,还真有两瞎子,女负责人听吧很不解 武郎赶紧又喝了一口说,味道很醇厚,有点苦又有点酸,总之很好喝 女负责人听吧有些无奈,他明白这杯高级咖啡算是白搭了 但他还是赞叹武郎的咖啡杯,把档次拉高了 他还给了武郎一本巴拿马宣传手册,让武郎有空去转转 说巴拿马也是岛国,海鲜很美味 从大使馆出来,武郎感叹好久没出国了 好想吃一顿那种菜单完全看不懂的一锅料理 结果一想到一锅料理,武郎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立刻,马上 然后他就又开始到处找饭馆,这里是东京塔脚下 街道很古朴温馨,而且有很多外国饭馆 有印度饭馆,意大利餐厅什么的 最后他看到了一家很有感觉的店 是一家希腊料理,招牌旗上写着 希腊旋转烤肉 就见服务员给客人端上了一盘诱人的 疑似干烧虾仁的菜 还有客人大口撸着不知什么的串 这里正是武郎想吃的异国美食 所以他就欣然走了进去 店员招呼武郎随便做 而武郎选了靠窗的位子 他打开菜单一看,里面都是外国字 歪歪扭扭的,就像此时武郎脑子里的黑线 但仔细一看,外文后面都有日本备注 有烤茄子,葡萄叶煲牛肉米饭 还有需要五个小时烤完的传统希腊菜 慢活烤羊肉 还有木沙卡,也是一道著名的希腊菜 是将茄子,牛肉,土豆和白酱 用烤箱烤制而成 武郎边看边心话怒发 这些正是他喜欢的异国情调 但菜品实在有点多 让武郎的选择困难症更是火上浇油 但他感觉自己不能露怯 要假装很懂行的点菜 于是他淡定的喊来店员 点了配有酸奶酱,烤茄子酱和鱼子酱的前菜 还有葡萄叶煲饭 店员问还需不需要别的 武郎明思苦想,摇头晃脑 皱眉闭眼的样子,把店员给看迷惑了 以为武郎快饿得不行了 武郎突然看到玻璃上写着木沙卡 于是他就又点了这个木沙卡 外加一杯柠檬苏打 很快武郎点的柠檬苏打水端了上来 他赶紧吸了一口,真是清凉酸爽 仿佛吹着爱琴海的下风 看着沙滩上的比基尼 此时上桌的前菜打断了武郎对比基尼的遐想 里面有六角皮塔饼 还有三种酱 分别是酸奶酱,鱼子酱和烤茄子酱 武郎捏起一角皮塔饼 感觉和囊有点像 他咬了勺酸奶酱,抹在上面咬了一口 饼很纯香,酸奶很清新 味道还真美妙 再咬一勺鱼子酱抹在上面品尝 地中海的雪鱼子和皮塔饼很搭 越嚼越鲜美 再咬一勺烤茄子酱 一口咬掉半块饼 茄子的清香满口飘散 不是那种被各种酱料掩盖了味道的 烤茄子的味道 武郎三口两口就吃进去一块 此时他点的葡萄叶包饭也上桌了 是将肉和米饭用葡萄叶包裹起来 有点像粽子 店员说这个就是蔬菜肉卷的圆形 而穆沙卡是居饭和千层面的圆形 说希腊菜有很多著名菜品的圆形 看来希腊菜不容小觑 武郎赶紧插起一个葡萄叶包饭 直接开咬 感觉味道很特别 很有粘稠感 米香肉香的混合总是那么经典 他切开一个观看横截面 大米和肉馅混合在一起 肉给的真不少 他又将柠檬汁挤在上面 然后插起一个一口送进嘴里 里面还夹杂着些许酸味 很提鲜 他一叉子一个越吃越爱吃 毕竟带肉馅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好吃呢 此时有个老外带两个美女 来吃希腊料理 这个老外显然是常客 上来就点了穆沙卡和希腊旋转烤肉 还对店员小妹一顿夸赞 说口罩掩盖了店员小妹的美貌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武郎可太喜欢外国餐厅这种氛围了 说说笑笑很热闹很有人气 此时武郎点的著名希腊菜 穆沙卡终于上桌了 武郎问店员刚才在门口看到的 像干烧虾仁的菜是什么 店员说是奶酪烤虾 武郎说给我来一份 而眼前这个穆沙卡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上面是厚厚的芝士 底下是馅料 他舀了一大勺塞进嘴里 烫得它直溪柳 料相当足 味道相当浓郁 土豆牛肉芝士和茄子的组合 真是神奇的很 他忙不迭的一口口塞进嘴里 烫得前仰后合的 叔叔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里面的茄子是如此的好吃 武郎想即使不爱吃茄子的孩子 肯定也爱吃这道菜 再喝一口冰冰凉的柠檬苏打水 去去火 历史爽的彻头彻尾的 然后武郎干脆脱掉西装 准备大干一场 他一勺一勺不停往嘴里输送木沙卡 里面的茄子彻底把他惊艳了 看来希腊那边茄子很受欢迎 江湖地位很高 他又发挥创意 将木沙卡咬在皮塔饼上 再咬上一勺酸奶酱 大嘴一张就咬掉半块 这样吃竟然很搭 看来酸奶这玩意儿 跟谁都能搭一块去 不知酸奶配臭豆腐味道怎样 有谁敢试一试吗 此时奶酪烤虾也做好了 一盘红彤彤的 大虾仁肉饮肉馅 武郎咬了一个大虾仁 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大虾很鲜嫩 辣酱混合着番茄酱 滋味有点炫 感觉很下饭 武郎在奶酪烤虾配的面包上 抹上酸奶酱 再放上烤虾 然后两块面包一加 不管汤汤水水的滴个不停 就一口咬了下去 面包非常脆 咔嚓作响 烤虾和酸奶的滋味 相邪袭来 味道很独特 武郎自制的三明治 让他沾沾自喜 果然创造能让人愉悦 然后武郎就把木砂卡 和奶酪口下拽到跟前 开启了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乍起模式 左一勺又一勺的吃起来 时不时再咬一口皮塔饼 吃得茫茫碌碌热火朝天的 他边吃边幻想 在爱琴海里畅游 在奥林匹克发想地跑步 跟猪神一起饱餐美食 他在这跳脱的思绪里 终于吃完了这顿希腊大餐 哪知他刚说了声多谢款待 就看到旁边桌点的 甜品小蛋糕上桌了 于是他也想点个饭后甜点 他看了看菜单 问店员巴克拉瓦是什么 店员说 是在酥皮做成的蛋糕上 浇上满满的糖香 武郎说 那给我来一份 外加一杯咖啡 武郎说的作战能力 从来不用怀疑 那个巴克拉瓦看起来 甜度很高 一卷一卷的很漂亮 上面还点缀着 各种坚果和干果 他插起一卷 送进嘴里品尝 果然很甜很甜 甜的武郎露出 甜甜的大叔笑 端起咖啡来喝一口 很是香浓 但他无法辨别 这个和巴拿马顶级咖啡 哪个更好喝 他一口口吃着 蜜糖一样的巴克拉瓦 喝着浓香的咖啡 体会着异国风情 这顿饭吃的太惬意 太美好了 走出店来 武郎吃的很满意 决定下次再来尝尝 其他希腊美食 之后原著漫画作者 九助叔也来这里探店 他先喝了口 羊乳香气泡水 冰冰爽爽 香气浓郁 然后就是烤茄子酱 配皮塔饼 茄子酱的味道 果然很特别 很清香 九助叔连呼好吃 接下来就是 希腊快餐食品 旋转烤肉了 超级大一包 相当震撼 九助叔咬了一大口 味道真是不错 毕竟里面有烤肉 还有薯条 怎么能不好吃呢 而且里面还有新鲜蔬菜 和酸奶 吃起来一点也不腻 九助叔吃的很开心 本集中 一国美食 一国请调 吃顿美食 也算旅行了一遭 每个国家的传统美食 都很美妙 不要坐井观天 自我感觉良好 食材安全 尤为重要 各种精 各种粉 各种糕 那不叫美食 叫饲料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 咕嘴白